先生们女士们同学们请大家看一张图片 这是我们打开希乐同学的西瓜视频往下翻 2020年其中几天的视频播放 600多万400多万900多万1000多万恐怖吗 这样看你们可能没什么感觉 我和大家说一下 这几条视频加在一起3000万左右的播放 如果按照平台最低的30元来计算的话 这几条视频的收入可以买一辆普通的家用小轿车了 这样能听明白了吧 前两天有一叫明明的粉丝朋友给我们评论 想让我们聊一下希乐同学 这两个小伙子很帅气 而且还拿了2020年西瓜普类亲子领域的冠军 非常厉害 希乐同学两个小学生家住在广东惠州 两个孩子特别古灵精怪 而且视频拍的也特别好 一点也不害怕镜头 这是很多成年人也做不到的 这个账号是他的妈妈在运营 非常漂亮的一位年轻妈妈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他在照顾两个孩子的同时 能做到这么体量大的一个百万粉丝级别的账号 可想而知才华也是了得 因为孩子们特别单纯 不像我们聊其他的国主那样 又是感情又是家庭 所以说今天我们只简单的 大概的推算一下 希乐同学这个账号做短视频 一年的收益怎么样 首先我们看一下他们在西瓜视频的数据 目前一共发布了588条视频 拥有粉丝178.7万 认识的是优质儿童领域创作者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截图 这条数据是我随机抽取了希乐同学10条视频 所有的播放量加在一起等于509万 然后我们拿509万除以10 大概就能得出他单条视频的平均播放量 大概在50万左右 大家都知道 希乐同学不是西瓜视频的独家 所以说他们的视频 一万次播放的价格一般都是在30到50之间 今天我们就按照最低的30来大概的推算一下 然后我们拿他单条视频50.9万的播放 乘以他万次播放单价的30元 大概就能得出他单条视频的收益在1500元左右 接下来也就是最关键的更新频率了 熟悉他们的朋友都知道 他们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下 就是每天更新一条视频 一个月更新30条左右 所以我们拿1527乘以30 就能得出他们拍短视频一个月的税前收益 大概是45000左右 然后再扣掉20%的税 还能剩下36000左右 最后我们再拿这个36000乘以12个月 就能得出他们在今日头条西瓜视频 发布短视频一年的税后存收入 大概是43万多一点 兄弟们我们推算出来的这个40多 只是希乐同学在今日头条西瓜视频 发布短视频得到的视频播放收益 其他的任何收入没有计算在内了 还有以上的所有数据只是推算 可能不准确我估计也差不多 最后说一句两个孩子的视频看着确实有意思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关注一下 视频的最后祝福希乐兄弟俩 学习成绩步步高升 平安健康的成长 越来越帅气 同时也祝七爸七妈 生活上一帆风顺 万事如意 好的兄弟们 我是小龙 下期视频如果想看哪一个网红大V的收入 请把他的名字打在视频的评论区 关注我一起学习互相交流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